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省鄱阳县昌江水位上涨 受此影响昨天晚上鄱阳县昌州乡中州围发生绝口 现在总台央视记者王舒畅正在现场 我们来连线他 舒畅你好 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好的主播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在鄱阳县昌州乡的中州围上 那昨天啊 这个昌江泊阳县的水位呢 是高涨 不但是超出了警戒水位三米多 而且古仙渡的这个水位呢 也突破了98年大洪水的水位 那受到这个高水位长时间浸泡的影响 那当地昌州乡的中州围的一段围堤呢 是发生了溃坝绝口的险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在我所在这个位置呢 就能看到这样一个长达100多米的绝口 现在昌江的水在源源不断的注到这个昌州乡里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昌州乡的位置 这个昌州乡它其实呢 就是在昌江里的一个州岛上 内部呢 这个地势相对来说比较低 作为一个比喻 它就像是一个盆在这个昌江里面 现在呢 这个维堤也就是盆县出现了这样一个缺口 所以外部的昌江水就大量的涌入到了这个昌州乡里 那在昨天晚上9点多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绝口的情况 我们现在来看整个昌州乡它的田地现在是已经看不到了 只有一些房屋现在是在水中 那据了解呢 昌州乡是一共有15个行政村 有2.21万亩的耕地 根据江西省应急厅的消息 在昨天险情发生以后啊 当地的公安干警以及工作人员就开始转移安置群众 那一共转移了8000多名受到这一次绝口洪水影响的群众 那目前呢 没有人员伤亡 那同时今天早上我们来到现场的时候呢 在靠近村子的那个位置也发现了 有包括武警消防 还有这个社会的一些救援组织的一些船只 那他们呢 现在正在这个通过船只来进行摸排昌州乡受到影响的一些村庄 那不断的把一些群众转移到昌州乡外面去 那我们的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啊 现在正在绝口这里 那他们呢 将会对水情进行一个研判 那根据这个水情的情况啊 为下一步封堵绝口提供方案 那我们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主播我们还会在这里继续关注 好的感谢书畅从前方发挥的报道